中共將失去澳洲一個戰略性太空側空站的使用權 這座太空側空站是由瑞典航天公司持有 該公司日前對媒體表示 一旦對中共的合約到期後 將不會續約 專家認為 這個決定可能預示著 中共與西方陣營的對峙 將從科技領域延伸至太空站 路透社9月21號獨家報導說 瑞典航天公司 至少從2011年起 就與北京簽約 允許中方使用 其在西澳地面太空中心的衛星天線 上次中方使用這座衛星站是在2013年6月 用於支持三名中國宇航員參加的神舟10號任務 瑞典航天公司表示 當前與北京的合同 主要用於支持中共載人航天飛行計畫中 和搖策、跟蹤、控制有關的任務 該公司21號證實 基於地緣政治情勢與中國市場的複雜性 合約到期後 將不會再授權中方使用 對中國大陸來講當然是一大打擊 因為中國大陸正在研發它自己的探索太空能力 在幾年前 他們才發射了所謂的神舟10號 前不久也才完成他們自己的 北北衛星系統的這樣的一個建構 報導提到 北京使用的這座監測站 旁邊緊鄰著瑞典航天公司的另一座衛星站 主要由美國及美國航空及太空總署 NASA等機構使用 臺灣軍事專家李正修分析說 瑞典航天公司不再作用給中共的決定 可能預示中共與西方陣營的對峙 將從科技領域延伸至太空站 利正修認為 中共在其他國家境內的 地面監控站的合作計劃 恐怕也將面臨中斷 或是境外的監控站 這些國家是否會因為中國大陸 跟美國限制這樣的對抗狀態呢 而中斷地跟中國大陸合作 這樣的情況就不能排除的 也會對中國大陸未來的監控能力 和太空計劃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白界注意到 西澳太空側控站 不再許約給中共的時間點 與深圳振華數據公司監控資料庫曝光有關 澳洲廣播公司ABC上週披露 振華數據公司不僅在收集 澳洲航空領域科學家的個人信息 還在追蹤澳洲往美國航天局NASA 運送秘密尖端設備的過程 澳大利亞華裔學者李元華認為 在獲悉中共對太空科學領域監控的意圖後 澳洲處於國家安全的考量 必定會採取強硬措施 其中包括聯合美國瑞典不再授權中共使用 瑞典航天公司的西澳衛星站 瑞典航天公司對路透社表示 斷絕與中共的合作後將聚焦其它市場 李元華認為 這顯示了該公司寧可損失商業利益 也要維護世界和平的決心